快点 快点 来 快点 走了 收到我的疫苗了 我找不到你 只好在这里等你 有些事情 我必须要给你解释一下 没什么好解释的 我们已经结束了 我不想再看到你 你得给我一点时间 我一定要跟你说清楚 对不起 文先生 我还有工作 我没有时间 请你让开 你干吗 有什么可以纠缠的 没见过你这种死缠烂打的 小新不是没有给你机会 你自己不珍惜怪谁啊 我们走 你干什么 我要单独给你谈一下 别跟我说这件 你根本不了解我 你今天了解得很清楚了 你是猎物 饭店是你的猎物 没错 我是来收购饭店的 但是我来这里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你 你现在说这些都没有用 你先听我解释 我并不是这样的 你不要这样啊 大家都在外面看着呢 别管他们 他们不会了解我们的 这是我们之间的事 看着我 看着我的眼睛 看着我的 我的心已经为你脚弯了 好 我不说话 你看着我的眼睛 所有的答案都在我的眼睛里面 你看到我对你的爱吗 你看到我对你的爱吗 我的爱 不只是在眼睛里面 而是在我内心最深的深处 童歇 我送你 我爱你 童歇 童歇 来 你 我又可以 那你往这个地方 我去拿一个 我就在那里 我这么做 那我都在哪里 我都在哪里 我都在哪里 我都在这儿 我都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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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那里 我都在那里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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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让开 你看啊 这大白天的 他们俩疯了吧 看什么 回去工作 回去工作 观看 杰 这是怎么了 我不知道 我在工作 突然来了一群酒店的员工 把我们的东西全都扔出来了 你看 还把钥匙都给拿走了 谁让他们这么做的 一个姓王的 还是姓汪的副总 我不知道 我本来想问问他们 他要打人 真可怜 从来没有被人 从酒店赶出来过 上车 我们是兰宝石别墅的客人 刚才莫名其妙突然来了一群人 把我们的东西都扔出去了 告诉你们的领总经理 说文泽凯来找他 叫他马上出来见我 对不起 文先生 我马上为您联系好吗 对不起 文先生 你有什么事吗 有事的话可以和我们说 我会帮你处理的 你是总经理吗 虽然我不是总经理 但是你有什么事的话 你告诉林重光 告诉他 你们的饭店就要完蛋了 董事长 怎么回事 汪震雄闯祸了 他把文泽凯从客房里赶出去了 把他们的行李扔到了外面的地上 他怎么那么蠢啊 之前我还警告过他 这个文泽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这下我们酒店有麻烦了 如果这件事情被捅出去的话 对我们饭店的声誉很有影响 很多媒体 很多媒体 都会拿这件事情来做文章的 他们现在在里面吗 也讨认得说是什么 你还给你们两个人有疑忆吗 支持你们的员工冲进我们的房间 把我们所有东西都扔出去了 不定性非常强吗 你能说这是一场误会吗 对不起 真的很抱歉 我们来这儿并不是听你们道歉的 对于这件事情给你们造成的伤害 我们一定会尽量弥补 弥补 总经理难道有什么办法 可以让我假装这件事情没发生过吗 我是你们饭店的贵宾客人 住进你们饭店的房间 就意味着那个房间是我的私人空间 你们居然找人 把我的行李全部扔出去 还连房卡都收掉 我身为总经理 没能阻止这件事情的发生 我有责任 我向你们二位 郑重道歉 我再说一次 我来这儿并不是要听你们道歉的 如果你们需要什么赔偿的话 我们将免去你们在酒店的一切费用 我想 总经理你真的不太懂法律 所以你最好把嘴闭上 这样吧 你听听我的律师他所说的话 见 对 由于你们员工的野蛮行为 可能导致我们机密文件的泄露 而如果因为泄密造成了项目失败的话 根据法律 你们大饭店必须赔偿所有损失 我们已经找过第三方权威机构做过评估 这个项目的总价值 超过一亿两千万人民币 是 梅先生 我想 没那么严重吧 如果这样的话 我倒想问一句 你们住进我们饭店 到底是什么目的 董事长 董事长 不继续讲下去是对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 讲错话可能会给你们带来不利的证据 我建议你们 赶紧找几个顶尖的律师 不过 没什么希望了 我建议林总经理赶紧看看招聘广告 找找自己的后果 谢谢 你 汪哲雄 你们有什么要向我解释的吗 你说那俩家伙的 没错 是我把他们赶走了 我怕你下不了手就替你解决了 怎么 不喜欢啊 我跟董事长刚刚见了那两位客人 他们不接受我们的道歉 还提出了巨额的赔偿 你说 现在该怎么办呢 那俩家伙是存心搞垮我们饭店 我把他们赶走 大家都觉得很解气 而且 我们不需要这样的客人 我早就警告过你 不要惹麻烦 你就是不听我 把那俩家伙赶走 算是惹麻烦吗 你真是没脑子 你知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你说谁没有脑子 你想打我 动手啊 你以为我不敢吗 我等 王总 王总 放开 王总 王总你有话慢慢说 我告诉你 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照样把他们赶走 我不会让他们欺负人的 蒙镇雄 这件事情没那么容易就算了 我等着 好 真是个蠢货 行李都送过去了吗 都送过去了 要写给他们了 可是他们还是要走 不行 如果他们离开饭店 我们就麻烦了 准备鲜花和香槟 我亲自送过去 好的 我们下面该怎么办 搬出去吗 对 文先生在吗 你记得 哎 老师 雯先生 對於我們的錯誤 我再一次鄭重地向你道歉 我一定會嚴肅處理 我們那幾個員工 並且我向您保證 以後絕對不會 再有這種事情發生 李總 李總 這些果盤 你拿回去給那些辛辛苦苦 幫我們搬行李的人吃吧 快去啊 雯先生 我再一次向您道歉 這只是幾個沒頭腦的員工做的傻事 林總經理 如果你要跟武鬥 千萬不要用這種小兒科的手段 要下個男人 請你原諒 同心 你們同經理在哪裡 想得到原諒 叫你們的同經理過來 一個人 一個人了 一個人了 來 哇 還真看不出來啊 我們的同經理還真有一手 這樣的金規序都能被他調到 我哈倫 你看啊 你的文索凱 你還真看不出來 原來亞洲最大的飯店併購案 就是由他一手策劃的 看來我要去就業中心找二工作了 省得到時候喝西北風哦 我這次去找他道歉 你瘋了 你想去哪裡啊 同經理不要去啊 那不然我能怎麼辦 你不能去啊 我不會讓你去的啊 我們不是那種叫來叫來叫走就走那種 我不會讓你去的 可現在飯店遇到這麼大的困難 你讓我假裝不知道嗎 是 是不能假裝不知道 可是還是不能去 難道你不害怕嗎 如果我去的話 這樣試一試至少有機會可以解決 那有什麼好怕的呢 那個文索凱看你的眼神好像吃了你一樣的 我會擔心他會對你怎麼樣哦 他不是這樣的人 不要這樣說他 什麼不是這樣的人 只要是男呀 都是 現在管不了這麼多了 我們沒有第二種方法 所以我必須去 不行我不會讓你去的 要不可以陪你去吧 好我們一起去 他說要我一個人去 喂這不是羊肉糊口嗎 如果回來的太晚的話 就不要告訴重光了 喂 喂 文叔下班了 好 有事啊 我想跟你聊聊 聊聊 文先生 你要見我 是林重光叫你過來的嗎 不是 他根本不知道我要來這裡 我只想知道 你要什麼 喝杯酒 這樣心情會好一點兒 我已經按你說的喝完了這一杯 你還想讓我問你做什麼 你可不可以不要這樣跟我講話 我這樣心裡很難受的 那你要我用什麼語氣跟你說話 就跟以前一樣 你知道的我們以前走得很近的 我沒有話想對你說 可我有話要跟你說 你不是很關心飯店嗎 我現在告訴你 飯店不會有事 你可以放心 放心 放心 放心飯店被收購以後不會關門 你不要逼我 我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 你盡了什麼最大努力 用金錢 用甜言蜜語好讓我任你擺步嗎 我只想對你好一點 我想讓你開開心心地過日子 我從來沒有想過 利用你為我做任何事情 我對你是真的 看來你在撒謊的時候 連自己都相信是真的 你為什麼還是不相信我 如果你們有什麼別的要求 我就先回去了 你現在還不相信我是真心愛你的嗎 那我們為什麼要以這種方式相遇 你可以換一個工作跟我相遇啊 為什麼要對飯店下手 飯店就是我生活的全部 我真的不明白 工作是工作感情是感情 這個飯店就是 為任何人收購 只要你願意你就可以留下來的 你就是做這個飯店的總經理 也是沒問題的 但是你為什麼對這個飯店 就這麼執著 飯店不只是餐廳和客房屋 我每天面對著來來往往的客人 我跟大家在一起共甘共苦 這種回憶和感情 你怎麼可以這麼輕易就躲走呢 感情 是跟林崇光的感情 還是對飯店的感情 到底是林崇光還是飯店 是哪一個抓著你不放 他跟飯店是在一起的 即便他離開了三年 我覺得他跟飯店從來沒有分開過 可我覺得我已經能夠處理跟他的關係 把他放下 但我沒有想到是今天這樣的結果 通心你還是要相信我的 我放棄了很多 我們才能走到一起 我是絕對不會放你走的 那你為什麼要這樣折磨我呢 你回到我身邊吧 你回到我身邊吧 我們重新開始 我願意為你放棄一切 如果你都講完了 我可以走了嗎 好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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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擅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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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白 林总 看在图像里了吗 刚刚看他好像有事 出去了 好 知道了 好 你果然在这儿 陈光 难怪你今天这么反常 原来你是要来见他 是不是酒店的突发事件 耽误了你的约会 我今天是跟他约好了 他说晚上必须见到我 只是我没有准时出现 那你为什么还不进去啊 要不要我帮你敲门 他不在 那你要在这儿等一个晚上吗 不是啊 我正准备走了 你没事吧 没事 都解决了 我以为你只关心你的约会 根本不关心这个呢 那你怎么这么说我啊 谁不关心你了 我今天为了打击你的事 腿都跑断了 是赵明说你没事我才出来的 你怎么也不问问李家萱啊 他今天真的被狭坏了 他有你这个总经理关系 我操什么心意 你怎么一提到李家萱 就阴阳怪气 我为什么不生他的气啊 今天要不是他 你就能和文泽凯见面了对吧 也许我今天就不该来 反正已经结束了 如果他不是舍购饭店的人 你还会和他在一起吗 我也不知道 我甚至不知道 是不是该彻底把他 从我脑子里清除出去 你爱他吗 我忘不了他 我忘不了他 他真的有那么好 我也说不清楚 这是一种以前 从来没有过的感受 你这种铁石心肠的人 是不会懂的 你有没有良心啊 这大晚上的 我在听你说 如何喜欢一个男人 我够有风度的了吧 什么朋友 能这么对你啊 是 有你这个朋友真好 想要 drop下 我还能不收开 你不怕 你不怕 你很不怕 你不怕 你会让他 你不怕 有你这种人 我怕你不怕 你了 你不怕 你不怕 我怕你 四伯爷对不起 今天因为饭店 不用再解释了 我跟你说 今天我有很重要的事情 跟你说 这很有可能 是我们最后一次机会的 今天是因为饭店 有突发的 你别再拿饭店的事 来说事好不好 难道我在你心目中 一点地位都没有 你知道我今天 一个人在教堂 等你的时候 你没来我心里是什么滋味 你为什么就不相信我一次 做了这么多 伤害饭店的事情 让我怎么相信你啊 什么是真正的信任 相信你无法相信的人 这才是最深的信任 你今天让我知道 我做了一件多傻的事 是 任先生 你说够了没有 通心为了你已经很痛苦 你何必这么难为他呢 你想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为难吗 我现在就告诉你 这个饭店我要定 你我之间的游戏 要开始了 好 我奉陪到底 再见 再见头信 再见头信 再见 再见 好 给你打电话 为人不接 Jack 我们要加快脚步了 所以你要赶紧拿清筹码 是啊 上次让你帮我找一下在饭店里面 到底谁跟林冲光是对头 找到没有 林冲光做事谨慎 为人也很宽容 想找到他的对头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不过 还是让我找到一个 谁啊 他们的副总经理 王振兄 非常好 赶紧帮我找到他 说我要见他 越快越好 怎么突然那么着急啊 我只是按照我的计划在做事情 这有什么不可以 跟佟经理有关系吧 我跟你说过了 我现在在做我该做的事 从明天开始 我一定会百分之一百地把精力 放在并购饭店上面 这次 我一定会全力以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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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老板 那边进行得怎么样了 很顺利 现在我们要抢的就是时间 如果谁先走一步 谁就是赢家 不过啊 林冲光他们也不会坐着等死的呀 这样才好 他们越挣扎 死得越难堪 再抓紧一点 好 来 周光啊 你现在的情况看 我们的饭店 是不是会落到李荣好手里呢 董事长 你别担心 事情还没那么糟 好 以我们目前掌握的份额 他们还不能把我们怎么样 但是要防止他们去购买其他股东手里的份额 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个很大的威胁 把股东运单给我看一下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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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不见了 國术 level 喂 刘总吗 你好 我是林冲光 我受董事长的委托 想跟您谈一谈九龙虎股份的事 好 谢谢 喂 施总 你好 我是林冲光 好 谢谢 董事长和总经理这两天 一直在会议室开会 气氛很紧张的 是啊 我听前那个人说 搞不好我们饭年真的要完蛋了 你们两个别瞎说了 总经理一定会想到办法的 他比我们谁都着急 我听说林总好几天都没出办公室 肯定累坏了 将军 去哪儿 回家了 一会儿你们先走吧 那姜哥等一下 帮我个忙 喂 李总吗 哦 这样 没关系 我回家会跟董事长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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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留下 一会儿 你和董事长说的 是什么 你怎么听到 好 好 先生 你好 我们酒店为您准备的 爱心晚餐来喽 您来的真是时候 我正想吃泡面呢 别吃泡面了 快吃这个吧 趁热 好 尝尝 真是吗 怎么样 很难吃吗 是挺难吃的 对不起啊 这是我第一次做饭 这真的是你第一次做 我跟你开玩笑的 挺好吃的 真的 不过美中不足的是 稍微有那么一点咸 我给你倒点水 你手怎么了 你手怎么了 没事 刚才不小心烫了一下 不要紧了 对 都怪我自己笨手笨脚的 其实 这是我第一次进厨房 但是 我就是想为你做一次饭 我 我这两天看你 为了饭店的事 没白天没黑夜的 我觉得挺心疼的 我特别想为你做点什么 谢谢 我是不是特别笨啊 能为自己喜欢的人追一点事 我就觉得特别的开心 也许 这就是所谓的爱情吧 这就是爱情的脆弱 你现在可能体会不到 什么是真正的爱情 其实爱情 就是让你身在其中 却又无法自拔 这就是爱情的脆弱 和无奈 你为什么老是在逃避啊 是因为年龄 还是怕别人的眼光 如果两个人相爱 这些都不是问题啊 我怎么跟你说 你才能明白呢 是小帆吧 想听我的劝告吗 好好珍惜 小帆对你的这份爱 可是我们只是朋友 可是我看得出来 小帆是真心地喜欢你 那你呢 那你把我当什么呀 是小帆 但是 Susia 等下 真真急 好香啊 好香啊 你说这这这酒河菜拳 齐个人怎么还不挨 你真是急死了 我哥怎么还不知道 大家好 好 好 不好意思啊 有没来晚吧 没有 没有 春光 辛苦了 大家辛苦 好 快坐 我有话说 我先坐下来 今天这第一杯酒 我要敬给我们 最最伟大的 总经理好吗好 好 那个 大家等一下 我来说两句 其实呢 我也没做什么 作为总经理呢 保护员工是我的职责 我感谢大家这两个月来 对我工作的支持 我敬大家一杯 都干了 好 兄弟姐妹们 只要我们团结在 总经理的周围 我相信很快 我们就能打倒 文泽坎的恶行 对不对 对 总业 喝酒吧 来 那大家我们一起干一杯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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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 来 吃菜吧 今天菜 非常好吃 不 就是这么做 童馨这丫头今天上哪儿了 心情不好回家了呗 今天还有我心情不好 爱情退场后 受了点伤呗 悲伤的人啊 总是不喜欢这种热闹的气氛 可是有的人吧 就偏偏爱凑这种热闹 来 喝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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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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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了干了干了 来 您快 您快 您快尝这个 这个是有机的 谢谢 来 好 来 再去吧 好 好 吃再吃再吃 来来来 佳萱 你怎么不进去啊 你怎么出来了 他们一直跟我喝酒 我出来透透气 你看你脸红的 干嘛喝那么多 大家高兴吧 不过说真的 真的要感谢你 这事情啊 终于算有了好处 哈 我也没做什么 还不是你的功劳 你就别谦虚了 哎呀 对于饭店来说是好事 可是你回家 怎么跟你爸交代啊 你 你是不是担心我 你说是就是吧 嗯 那我说就是 既然你这么担心我 那你满足我一个愿望 把我安全地送回家 好不好 嗯 好 没问题 我去跟他们打个招呼 哎不用了 他们都喝多了 没人会发现的 快走 摘摘摘摘摘 请听客 好吧好吧 哎呀行了 少喝点吧 一个小女孩家喝那么多酒的吗 你说我呢 你也一样吗 客 玩了 我又回来了 我又回来了 我们两个 都是天底下最傻的沙漠 等着永远都回不来的人 你也在等人啊 我在等着 永远不可能见到那爸爸妈妈 等着不可能来认领我的亲生父母 等着等着 我希望可以做一个有他们的梦 可是却一晚上都睡不着 傻丫头 别想那么多了 不管他们是在天堂还是地狱 我都希望能够再见到他们 我想看看 我长得跟他们像不像 一样的 沙漠 我答应你 我一定帮你找到他们 来 喝一个 好了 开心点儿 好开心啊 如果每天都能晚着你回家 那给我多好 你要是对小帆这么说的话 我相信他每天都会这么做 不许你这么扫兴啊 有人说 爱这个字你说得越多就会越想听 所以呢 爱不能轻易地说出口 没想到你这个小姑娘 没想到你这个小姑娘 还能说出这么有哲理的话来 我不是小姑娘了 我是认真的 好 你是认真的 到家了 快进去吧 拜拜 拜拜 第一次送我 就这样告别了 不太好不好 你想什么呢 傻丫头 快进去吧 别让你爸担心 爸 林总经理啊 好兴臣 好兴臣 你好 别等我 我一点都不好 爸 总经理只是送我回家而已 你赶紧先给我回家 爸 听见没有 回家去 佳萱 你先进去 我问你 你老实回答我 知道佳萱是我的女儿吗 我知道 知道你还接近她 你有什么企图 你勾引我这个 什么舍都不读的女儿 来利用她 打探我的情报 是不是 你勾引我这个 你明白九龙湖迟早会落到我的手里 你是不是后悔当初拒绝了我 你的如意算完打得还真不错啊 立东 我想你误会了 我什么企图也没有 误会 你身为一个饭店的总经理 来利用一个大学都没毕业的女孩子 你居然敢说误会 对 我告诉你 玩弄我的女儿 绝没什么好下场 你这么说自己的女儿 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林忠光 我在商界打拼的时候 你还不知道我在哪儿呢 我还不至于被你骗了吧 关于你的为人我不想评价 但是我了解佳萱 她是个聪明的女孩 你的担心多余了 如果今天有什么让你不开心 我很抱歉 我很抱歉 爸 从今天开始不准去九龙饭店 更不准见那个林忠光 爸 说什么学习饭店经营全是胡扯 当初你说这些话的时候 我就应该想到 爸 我想去学习是真的 我真的 我真的很喜欢饭店经营 我住口 合着我李荣豪的女儿 就喜欢给人端盘子吗 我让你不要去 你就不能去 赶紧忘掉那个总经理 别再给我丢人 我办不到 你说什么 我真的很爱他 爸 你知道吗 你喜欢他 你喜欢他 是他给了我勇气 他喜欢他 你现在让我忘了他 我办不到 他对你做什么了 他什么也没对我做 他甚至都不喜欢我 是我担量了 可是我没有办法 我就是爱他 你简直是气死我了 把我帮你养那么大 你居然跟那个人说什么爱 好 那你就爱着吧 我告诉你 从现在开始 你不许走出这个楼一步 听见没有 这什么呀 这是我妈妈自杀时吃的药啊 爸 如果你要继续做这 我就会像妈妈一样 寻生上来 你怎么那么你 在哪里 我所爱的 到哪里 我帮你 不如说 我就要那款 你给我出去 闻先生 你看这帮人 连这点小事都办得不好 让你见笑了 我们刚才来到哪里了 我跟你再说一遍 我们只会出 高于市场价格的百分之二十 来买你这百分之三的股权 除此以外 我什么都不能答应 对不起 宋太太 我们马上就回来了 文泽凯 你还真有意思 老板 等一会儿 你什么事 一个年轻有钱的寡妇 有点脾气 别忘了我们今天来的目的 就是为了收入那百分之三的股份 好吗 杰克 你我都非常清楚 我们开出的条件相当优惠 如果他愿意就愿意 不愿意 我们也没办法 你这笨女人 你干吗跟着我 还嫌我不够丢脸是吧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为什么要 被这种女人狠狠系落 难道你没有尽尊了 你有什么权利指责我 我就是愿意做你这些 绝对微不足道的事情 我就是愿意被客人系落 我就是愿意被客人指责 这就是我的工作 可是我不愿意 我不愿意你受这种委屈 灵重光到底对你做了些什么 那些所谓的有钱人 他们没有资格对你指手画脚 你也没有必要 这么没有原则地为他们服务 因为你是童心 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 最在乎的女人 你这些眼泪 到底是为谁有的 灵重光 还是这个饭店 如果是的话 我现在就告诉你 这个饭店我要定了 谁都阻止不了我 到底想要干什么 你完全有能力得到 你想要的全世界 为什么不能放了我们的饭店 如果我愿意放弃这个饭店 你愿意回到我身边吗 好 uding 昕知名 让我有理出 顺先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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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到急了吧 今天我们开一个简短的会议 商量一下客房颜颜额的问题 好像某人没有到嘛 佟经理呢 他去给客人送东西了 一会儿就回来 是给钻石别墅的客人 买内衣去了吧 小费一定很高 王副总 你怎么那么俗 是这样吗 乔经理 姑奶奶你去哪儿了 手机也不接 部门会议怎么没有来啊 我给忘了 我这就去 别去了别去了 都开完了 林总很生气 后果很严重 你别怪我没帮你啊 他在办公室等你 赶紧去道歉 行吧 进来 对不起 我刚才缺席会议了 听说你帮客人去买内衣了 这是一个部门经理应该做的事情吗 客人的要求我能拒绝吗 是什么样的重要客人 让你做出这么没有原则的事 宋太太 你满意了吧 我就是不想让你见他 我就是不想让你见他 所以才第三下四地替他跑前跑后 才厚着脸皮被他骂 我做错什么了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不想让我们见面 你以为你是在帮我吗 你真糊涂 行 那就当我自作多情 想怎么发随便你 工作去了 同心 同心 对不起 刚才是我态度不好 没有啊 你没有哪里不对 是我不好 我向你道歉 我是怕别人说你闲话 才不告诉你的 你以为你瞒着我别人 就不会说闲话了吗 越是这种特殊的客人 你越应该第一时间告诉我 我知道你为我好 可这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该面对的我始终还是要去面对 你完全没必要替我承担这份压力 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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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快看快看 快看什么 你看那手里拿 怎么是女人的东西 对呀 我们饭店什么时候 有这种服务了 我想起来了 你相信看 我们宝石里住的是谁 红宝石 那个女人 难道他们又 没喝多 不许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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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进吧 来来来来 过来快快 你看啊 真没想到 这林总怎么跟的女人 还搞不清楚呢 就是说啊 你看票是让别人给看到的 可怎么办呀 是呀是呀 这怎么回事啊 这个林总 这不知道 说什么呢 林总 林总 我们刚刚看到 他跟那女人去了 他那么快就知道了 他去见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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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他们还 不可能 不可能呢 怎么不可能 我爹看到林总走进去的 手上 还拿着一袋女人的东西呢 真的 真的 说到底这么回事 不知道呀 这是你让佟经理帮你买的东西 你放心 我这次来没有恶意 如果没有什么事 我就不打搅了 等等 听说你出差了 出差 我就知道他们在骗我 那个佟经理还真为你考虑啊 我们的员工说你对这些衣服不满意 请你指出具体的问题来 我让他们帮你去换 佟经理的眼光不错 这几款我都很喜欢 不用换了 那就好 不好意思 其实有时候女人的妒忌心是很恐怖的 就像犯了毒瘾 想控制都控制不了 你放心 我跟三年前已经不一样了 我现在的身份 是董太太 那恭喜你啊 不过我先生 在一年前就过世了 我继承了他名下所有的财产 包括你们饭店 百分之三的股份 你难道就不想知道 我打算怎么处理这份股权吗 你怎么处理是你的事 如果没有其他事情 我先走了 温君有了你 可来相决绝 不知温君才 不畏瓦牛君 君以无情 我一旦然指 把你沉没路逃 何故不放手 你看什么看 学林妹妹吗 入戏还挺深的 你这种没心没肺的人懂什么 我怎么不懂啊 你懂什么叫伤心欲准 什么叫柔肠寸断 什么叫肝胆剧链 行行行 我不懂 那你告诉我 你为什么伤心 还不是李总经理 他居然跟那个女的偶端四脸 哪个女的 哪个女的 我先去 小一大 余先生 这边请 余先生 余太太 二位好 您的房间已经预留好了 端定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啊 我忘了告诉你 我太太她睡眠浅 一有声音她就睡不着 能不能给换那个靠湖边的房间 当然没问题 重新做一张房卡 好的 好的 您的房卡 余先生 您的房卡 好 谢谢 二位有什么贵重的东西需要寄存吗 没有没有 对我们来说 最贵重的已经太少伤了 那我带位入住 这边请 走走走 余先生 余太太里边请 这位是客房部经理乔依娜 余先生 余太太 好晚安 两位对于客房部有任何意见 都可以找我 一定为您通通办通 谢谢 谢谢 我先简单给二位介绍一下 您住的这间套房 是酒店风景最好的一间 里边请 这个位置是酒店特别设计的 一个临床的浴缸 您可以一边泡澡 一边欣赏窗外的美景 这里真的很不错 窗外就能看到九龙湖 不错 来来来来 赶紧把药先吃 一会儿忘了 泽密 你 乖了 余先生余太太真的很恩爱哦 看上去像热恋的情侣 羡慕死人了 热恋中的情侣 说起来你可能不相信 从结婚到今天 我们啊都二十年了 二十年了 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不要说你不信 连我自己都不相信 嫁给他呀都二十年了 我们感觉好像 还像大学时恋爱差不多呢 还真没什么变化啊 就那个腰大了一圈 好 看看你们两个 真是杨过和小龙女 也不过如此嘛 多少四五十岁 事业有成的男人 早把自己的黄脸破踢了 外面找个想情人 这种事我见多了啊 好 二位的二十周年晚宴 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在餐厅为二位 预留了专门的位置 辛苦 请问关于晚宴 还有什么别的要求吗 能不能加一个 松露巧克力蛋糕 当年啊 就是因为这道甜点 我才决定嫁给他的 好的 没问题 我通知后厨 谢谢啊 谢谢 那两位先休息吧 好 谢谢 再见 再见 真是让人羡慕嫉妒恨呢 你今天说错话了 你知不知道 可是我说的事是什么 现在这个年头 有钱男人不变坏的 能有几个 也是啊 在茫茫人海间 能在对的时间 遇到对的人 最后还能在一起 这样的几率真是太小太小了 小到我都不敢奢望 你是在说文泽凯 我觉得老天眼的时候 是在故意耍我 看来我这辈子 需要注定 错过一些问题 好 维边好看一点啊 好的 你去拿点小冰淇淋 再拿些橄榄菜来 橄榄菜和橄榄菜 对 好的 你来这干嘛呀 看看我们这里有没有 可以开除的人是吧 对 干嘛 装得可怜兮兮的 何东勤啊 这里是厨房 钱人免禁 半天还没有被收购呢 要按半天的规矩来 我们这里不欢迎 请你马上离开 爱手爱脚 好 那里就可以搬入住了 没事 我正好 洪宝石的客人 要用一下会议室 你去安排一下 好 我知道了 有没有空 跟我聊两句 什么 莎莉是你的妹妹 这太不可思议了 自从我看过父亲以后 就好像收回了一件 我不喜欢的合约书 把他在我心目中的印象 完全毁掉了 随风而入 只有这样 我才能够认识一下 我继续地活下去 但你们毕竟是亲人 是吗 可我对她 一点亲切的感觉都没有 那你看到莎莉 是什么感觉 难受 那种感觉就好像 被人家掐着喉咙 透不过气 非常难受 莎莉以前的确实吃了 不少的苦 那是肯定的 这么小就被收养 她的命运注定是痛苦的 为什么 被收养的孩子 就像身上有一道 永远不能愈合的疤痕 被自己的亲收父母的勇气 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之下 重新来过 每一天做每一件事情 都非常非常小心 真怕会 学不了养父养母 然后再被义气 那种感受 平常人是没办法理解的 可至少你是成功了 我成功 不能把项链挂在 心爱的女人的脖子上 这算是成功吗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应该在这个时候 说这些话 很奇怪 在你的秘密花园里面 把什么都淘出来了 没关系 其实 今天听你说说这些心理话 我倒是觉得 我倒是觉得 觉得怎么样 觉得 我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忍情味 我觉得 我好像找到了一个洞 又可以钻进一类新的洞 那你钻进这个洞里的时候 有没有看清楚过 它是不是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显白 给我一点时间 我会看清楚的 杀了你打算怎么告诉她 这可是个难题啊 刚刚我去找她的时候 她对我非常反感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告诉她 我觉得有一个人可以帮啊 谁 林忠光 阿姨我出去一下 小郑 小郑 我出去一下 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小姐 董事长让我保护你二十四小时的人身安全 我不需要 我晚上学校有活动 我要去参加 恐怕没这个必要了吧 学校那边已经打好招呼了 您暂时不用去 谁让你们帮我打招呼的 董事长 那我跟西西晚上去逛夜市 但是如果你想跟着我我没意见 这个不大好吧 董事长说了 您要二十四小时在家待着 你让开 让开 这是董事长的命令 我必须服从 小姐 我送你 干嘛呢 你可出来了 看你那半死不活的样子 就知道 又在这儿想她呢吧 不就谈恋爱嘛 也不用天天待在一块吧 你不知道 佳萱又被她爸爸关起来了 她现在肯定很难受 谁让她有那么个爸爸呢 其实这事也怪我 要不是我让她去投资料 她也不至于这样 那也没办法 你呀 就等着你的公主被赦免吧 嗯 你是不是朋友啊 我现在有一个办法 你帮帮我 什么东西 老板 你妹妹 他们找到了 她在哪里 我们赶紧去找她 就在宁波 就在宁波 文泽叔 萨利 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三号 出生于宁波 一九九一年七月 被澳门查理夫妇收养 十三岁领养大的夫妇离婚 十五岁领养 十五岁 萨利 萨利 我和晓星姐聚在一起 那我 我早了 早安 早安 请问你这里有没有叫文泽叔的 没有 那叫萨利的呢 大家 收获去 你打错了 我觉得现在 我还是不应该去认这个妹妹 因为我们要收购的酒店 就是她工作的酒店 这样的话会影响我们的工作呢 老师 阿兰 你好 你好 先生你好 你好 不好意思 我想问一下后厨怎么走 后厨啊 前面这个口左转就是 好 谢谢 不客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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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三菱 这就是你的爸爸 泽叔 你是泽叔 我的女儿 三菱 泽叔 你都长这么大了 我可怜的孩子 爸爸混 爸爸不是人 可我没想到 她在我活着的时候 能 能看见你 女儿 爸爸错了 对 爸爸 我都会 爸爸 爸爸 你做得多人醉 爸爸 爸爸 只不可以 你做得多人醉 有什么都会 你做得多人醉 爸 父亲跟儿子 能说妄就妄 说理就理吗 有些人想妄妄不掉 想离离不掉 想恨 更是恨不了 我们已经把你的父亲 接到饭店了 杀裂在这里 我希望 你们今天可以见一面 我问你 妹妹在哪里 我想活的呀 我不想一辈子都不知道爸爸是谁 虽然我已经长大了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需要爸爸 哲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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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然让了 哲开 对不起你 对不起 哲开 哲开 哲开啊 哲开 你别走啊 哲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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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饱肚子就好了 后来慢慢地就喜欢上了 觉得挺有意思的 是啊 在澳门的时候 没少沾沙里的光 她在这方面特别有天分 现在在饭店的厨房 给大厨当厨手 干得很不错 女儿 难问你了 这些年 你不知道吃了多少苦 都是霸躁的孽 爸 您快尝尝 我吃 我吃 好吃吗 好吃 真好吃 我还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菜呢 我在临死前 能吃到女儿 亲手给我做的菜 是老天爷 老天爷有眼 爸 您别这么说 我和哥哥以后都会好好孝顺您的 不 我不配 不配 你哥哥他恨我 他一辈子都不会原谅我 文老先生 一会儿 闻泽凯也会来 真的 泽凯一会儿也来 是 是 是这样的 我们几个 临时的一个安排 刚刚通知他了 他还在路上 所以啊 请您 不要生气 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泽凯 他什么时候来啊 你迟到了 好戏永远不嫌晚 更何况 凌重光这么精心策划了一部 催泪清醒大戏 不管怎么说 也要等我这个男主角出场吧 要不然 不让所有在座的客人失望 你怎么这么说呢 里面做的事你叛了二十年的妹妹 还有对你满活歉意的父亲 你敢说这么多年来 你就没有想过他们 没有偷偷地流过眼泪吗 如果我告诉你有 那又怎么样 我要出场了 哥 还有 岳先生 艾伦 这是你 来 正好 来得正好 跟我们大家一块喝一杯吧 杰克 你今天干嘛呢 你今天演哪个角色 怎么 你当了林重光的跟班 我怎么不知道呢 来吧 老公 不是 哥 你别这样 连你都这样 看来 看来 我这个当哥哥的 无论怎么对你好都没过 还不如林重光的一根神尘 我在你们眼里 就是一个十恶不赦 不懂人情的恶魔 所以你们今天 再联合起来做一场倾情大戏 让我 在大家面前 向这个抛弃我的父亲低头 我 泽凯 别这么说 我知道错了 你 再给爸爸一次机会 好吗 给你一次机会 那当初你抛弃我们的时候 有没有给我们机会 我想你是搞错了 当初我来找你 是因为我知道你活得很坎坷 非常可怜 所以我给你钱 是想让你活得像个人样 现在怎么了 但是妹妹 想我 乖乖地做你的好儿子是吧 你再做文人呢 我再重新告诉你一次 我温泽凯 没有爸爸 从来都没有 泽凯 我知道 我不配 我不扯求 你能认我 我今天见到你妹妹 知道你们生活得很好 爸爸 把我死都毙眼了 泽凯 儿子 爸爸给你跪进来 爸 哥 哥 你干嘛这样啊 阿勒 这儿看 曹凯 曹凯 去劝大家吧 也许只有你的话 他才能听得进去 好吧 你们也不要太往心里去 其实艾伦这个 泽凯 你兄弟 他是一个表面上非常冷 实际上心里是非常热的这么一个人 就像是那种 那种 要不你们还是吃吧 我去那个 好的 爸 您别难过 我哥他 不 我不难过 不难过 孩子 小时候 家里太穷了 买不起像样的玩具 有一次 经过一个地摊 你看到一个小鸭子 哭着闹着让我给你买 这个小鸭子是 这点东西 我一直放在身边 你和你哥生日的时候 我就把它拿出来 你看 你看 他连 嘴都坏了 是你睡觉的时候咬的 我们这里 仰留一群小鸭子 小鸭子 对着我咬咬的脚 在前方 小鸭子 小鸭子 我咬小鸭子 你 爸 您别难过 爸 妈不难过 妈是高兴了 爸 妈 妈不是难过 妈高兴了 高兴了 你 你是来劝我的吗 对不起 没有用 如果我是你 如果我是你 我一定也不愿意认这么一个爸爸 就算再穷也不能把自己的孩子送给别人 其实你现在的心情我特别能够理解 我知道让你认他 就等于把一个旧的伤口重新撕开 这种痛 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办法弥补 在小的时候 在孤儿院里 因为个子长得小 所以常常被一些长得高大的孩子欺负 我那个时候在想 如果我有爸爸在的话 他一定会出来为我出头的 而我的人生就不是那么悲惨了 所以我告诉自己 如果 有一天我再见到他的话 我一定会把这些屈辱十倍地还给他 我也会问他 我也会问他 到底我跟我妹妹做错了什么事 他要这样抛弃我吗 我知道 不管是任何的原因 他都不应该遗弃你们 可他毕竟是你的父亲 这就是事实 你们永远是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 这种血缘关系 永远都不可能分割 只是我觉得这个道理 他可能明白得晚了一些 其实我可以看得出来 他现在特别地歉意 特别地内疚 他其实很想弥补你跟沙利 真的 如果能够放下过去的话 其实你会发现 生活中间有更多的美好在等着你 我半 半截子入土的人了 还没这么高 高兴过 温老先生 要不您今天就住在饭店吧 也许 也许待会儿回来呢 算了 我要难回孩子了 林总 谢谢你了 今天麻烦你了 别这么说 别客气 温爸爸 上车吧 司机会送你回去的 不用了 我年纪大了 可可腿脚还行 我想一个人走走 你们忙吧 你们忙 你们忙 你还是我哥吗 爸爸已经知道错了 你还想要他怎么样呢 他年龄已经那么大了 你难得让他一辈子 都受到良心的谴责吗 这个 是爸爸一直带着的 他一直留在身边 他说他未有这样的儿子 骄傲 爸爸说 请你原谅他 他永远都不会再回来了 哥 爸爸走了 他真的走了 你快去把他追回来 哥 我求求你你快去把他追回来 哥 哥 你快好 你快来 他们快去把他乱 拿出来 我到你去 买首云 旋转 你快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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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K 我恨你 爸爸 子 子 子 孩子 爸爸对不起你们兄弟 爸爸是碎人啊 爸爸 你爸爸是碎人 现在来都不够了 我不能够了 生日 祝福 下次识年 我解释 你